近年来有种论调 称中国道路的成功将对西方造成冲击和威胁 这一说法既不是事实 我们也不认同 因为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国 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 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 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从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圣贤就主张 万物并遇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是东方人的处事哲学 至今仍给世人启迪 美国人民也历来把平等包容多元 作为不懈的追求 所以这个世界不应非黑即白 制度差异也不应导致灵活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 正确的态度是 彼此相互尊重 相互欣赏 相互借鉴 相互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发达国家学到了很多 百亿经验 同样 中国的一些成功做法 也对许多国家解决当下的问题 不容易启发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 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 但完全可以 另行不备 和平共产 这个丰富多彩 Thomson 早就和平派 所以ji www. comforting